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今天在这个厨房去跳舞 很大 欢迎大家收看今天的咸菜厨房 今天很好耶 今天是有一个很不错的 我们得到一个厨房赞助 我们用餐换厨房 对 今天是要煮给这家主人吃的 今天要跟大家介绍的是 上次如果大家有看我们金竹录影的影片的话 其实大家很多人都想问的是 就是我们那天的晚餐 胡椒柚子鸡腿锅 这道菜就是非常多人都敲碗 跟我们要食谱 今天我们就来跟大家分享 这个柚子胡椒鸡腿锅要怎么做 那其实它的做法相当简单 就是我们一般的火锅料而已 那就是看你平常准备的火锅是怎么样的材料 那我们今天就是这样准备 那汤底的部分呢 就是其实它是一个柚子胡椒酱 最重要的原作 对 它就是柚子胡椒锅的最重要的东西 其实好像部分品牌都蛮好吃 我上次有偷偷把食谱传给一个学长 然后他就自己试用了 也是不同品牌的柚子胡椒 他说超好吃 真的 然后就是照食谱做就是几乎零食版 然后他其实买也不难卖 我那天有时候看了一下 那种购物平台上面 其实都会有找得到 他们大概80块 然后就一小瓶那种 其实我觉得就很够用了 因为今天只会用到大概15ml的份量 接下来大概还有需要比较重要的材料是 这是我在日本毛奶社买的一个汤粉包 炖汤或者是煮东西都蛮好用的一个百用的东西 你们家没有这种汤包的话没关系 可以到市场或者是超市 其实都会有卖那种昆布 你自己可以回来就是把它拿来熬汤 其实它也是会有那个昆布香味 就可以当汤底来使用哦 那我们现在就来进行材料的部分介绍吗 刚刚我们介绍完了 好就大概概括一下下 那幼稚胡椒记得过名思义就是还会有 我们的主菜就是鸡腿 你就是只要买那个去骨鸡腿牌 就是看你今天要煮的份量 对 四人份的话其实两只鸡腿就够了 其实如果是你想要吃猪肉 不喜欢鸡肉的话 其实猪也可以替代 对其实各种肉类都可以替代 我觉得鸡腿肉它的那个质地 它就是煎过之后到汤里面会比较吸附汤汁 对没错 然后就会跟汤头更match在一起 是的 好那接下来还有豆腐 其实外面也都非常好取得 其实今天的材料都是蛮好用 就是可以在 不管超市或是菜市场 都是可以买得到的 那像高丽菜 你也可以用山东白菜来去做取代 或者是任何你想要用的 菠菜 对对对对 像我们上次是用山桶好 加到那个锅里面也非常的野味好吃 好 然后再来的话是 就是菇类的 像这种秀珍菇雪白菇 这种一套的其实也都蛮好买到的 然后我们会用到的是玉米笋 还有那个炸豆皮 我觉得豆皮超好吃的 这个炸豆皮一定要买 因为我觉得日式的锅 感觉就会一定会有炸豆皮的存在 没错就是会非常好吃 洋葱 它可以让整个汤头会有一点甜味的提升 大家再来 跟这个功能差不多 对对 没错这个是我们在超市买到 因为现在那个蒜苗市价有点贵 其实也有其他的东西可以来做取代 所以我们买了日本的甜葱 再来是味淋跟酱油 就是去做汤底的调味 这个也非常重要 其他应该再加一些各式的火锅料 逛完鱼角 对逛完鱼角或者是冻豆腐什么 你想得到你想加进去的 其实一样都可以加 只是今天我们要教大家来 重新一下我们那时候做的柚子鸡腿锅 柚子胡椒鸡腿锅 一直忘记少两个字 柚子胡椒 我们现在备料差不多完成 那我们等一下就可以准备直接来开始 第一个步骤就是去骨鸡腿排的处理 要把它丢进去锅子里面当汤底去炖的之前呢 在之前也要先把那个鸡腿拿出来去做擦干的处理 应该都会有一些退冰的水或是血水等等之类的 那我们就是用餐巾纸 对 厨房制巾 然后把它的水分去先做吸干的动作 我们会先把它煎酥脆一点 然后让它有一点那个鸡皮的那个香味都可以先出来 所以等一下丢进去汤里面去煮的时候会比较 这个步骤蛮重要等一下会比较好吃 就是不要加油 因为鸡皮就会自己油 对 甜甜的油脂 最好是小火下去 好大一片 太大便了啦 丢丢妹的鸡腿 去骨鸡腿 因为我平常都常来看那个海鲜直播 哈喽 晚上好 然后 然后 就会不小心失手买了超多的那种鸡腿排 其实蛮划算的 我觉得大家有兴趣的话可以来看 自己看 自己去店来看 然后今天就是我又是一个废物担当 今天就是又交给老菜做 这厨房很开心欸 对 其实这厨房 我们看在那厨房走秀 哈哈哈 快点换你的 走 哈哈哈 哈哈哈 要走去哪里 哈哈哈 希望索索会要请我去他的厨房做饭 哈哈哈 哈哈哈 他最近好像要搬工作室 是哦 对 因为我刚刚自己很想要带美酒来边煮边喝 哈哈哈 边煮饭边酗酒 其实这种IH卤的火力蛮强的齁 好 而且其实这道菜是我们那时候 跟朋友去露营的时候是他们先做的 哈哈哈 在旁边偷看 哈哈哈 但是其实说你真的怕辣的人不敢吃 我觉得倒还好 他的辛辣程度可能只是入口的那个刺激而已 所以我觉得他是一个大众都能接受的口味 我觉得可以稍微酥脆一点 对啊 对对对 尤其是带皮的那一面 那其实这个时候你就可以一边在旁边就是先 好 如果你们家没有那个毛奶生那种汤包的话 昆布汤包的话 其实你就可以先在旁边把昆布丢下去熬煮 等下就可以再加柚子胡椒加蘸油味淋就可以了 煎鸡腿的时候你有两个炉的话 你也是可以同时进行到 这上面喷得要紫要火 对 感觉喷得很测 所以其实我觉得鸡腿应该要擦干 不然就是到时候有水分的话 就是会喷得更高 我们鸡腿就是从煎锅起来之后 我们就可以把它切块 切成一个适口性的大小 先让他休息一下 没错 好 那我们等一下呢 就来开始准备汤底的部分吧 在煎鸡腿排的时间期间呢 你就可以先放一锅滚水 什么样的锅子就是看你们家有什么锅子 就用什么的锅子就好 不需要特别去挑锅子比较厉害什么的 有就好 好不好 滚了之后呢 就是让它昆布去熬汤 可能至少要半个小时起跳 如果是用昆布的话 因为你还要先把它泡软 然后再把它 所以你可以在切备料那时候 对对对 如果是用那些汤粉汤包的话 等水滚的时候就丢进去 其实它很快就会有味道 上次老蔡获得了一个处理豆腐的新方法 他想要分享给大家 就是如果你是买这种盒装豆腐的话 通常大家都是应该是把它封膜撕开 然后把它倒过来直接压出来而已 对不对 但是呢有些人就是追求完美追求漂亮 他就是想要压出来之后 那个脚脚都不要 都不要缺脚 所以呢他那天学到一个方法 他非常的开心 因为他觉得就再也不会 他疗愈的好不好 这是今天的厨房小教室 今天呢大家就把这个漏完水的豆腐这样盖过来 之后呢 你可以在四角开个小洞 就是你就让它那个空气进去里面流通一下 然后呢它里面就是 不会像之前那样是一个密封的状态 对 就是因为你这边都已经开这样子的空 就不会真空气出 空气就流进去了嘛 对 那你就这样慢慢的 推压推压 然后拔起来 它就会是整个是豆腐的形状哦 就打开了石板 大缺角 哈哈哈哈 这是我今天的 豆腐小教室 非常适合一些强迫症的朋友使用哦 切一个薄片吧 哦对他上次有做过那个酸辣汤 然后他那个豆腐丝切得极好耶 哈哈哈哈 好滚哦 你们家的炉子真的好厉害 我们有后来自己加了蛤蜊进去哦 加蛤蜊是很不错的选择 会让汤的口味变得更鲜甜 那时候就可以差不多先丢高丽菜下去让它炖煮 因为就可以去释放它菜的甜味 再来是柚子胡椒酱 呃我那时候量过是大概15克就够了 其实可以多一点吧 对 我当时觉得味道很重 我喜欢重口味 这个你可以后续再去做调整也没关系啦 嗯 香味出来了 主人提供我们的一罐巴嘎 没有要再加火锅里加巴嘎 接下来就是就是物作 其实就是一般大家在煮火锅方法 我们只是把汤熬煮起来 然后把鸡腿肉煎熟的丢下去之后 后面大概应该都差不多熟悉 然后酱油跟味淋呢 就是一个日式组合的必要 那通常大家要做日式料理的话 就是不外乎一定会有这两个元素的存在 今天在我们的胡椒柚子鸡腿锅 也是一个蛮重要的角色 我们现在直接可以倒进去做调味 建议大家是边倒边试它的味道 因为有时候不小心会失手 而且可能每个人家里酱油的咸度又不一样 好那这时候就可以把蛤蟆丢进去了 记得吐沙 有一次我在家里自己在煮一次的时候 就觉得加完蛤蟆汤便很好喝 所以我觉得今天想要教给大家这个版本 我觉得真的可以试看看 然后这时候呢 没错我们就把鸡腿丢下去吧 洋葱也是啊 洋葱也可以多下去 而且大家也不用担心说 鸡腿肉丢下去会不会煮了 然后就变残了 其实鸡腿肉它算是一个 不太容易被煮到很残的一个部位 然后我们现在就是让它来焖一下 然后让它稍微顿煮 然后... 没死没死 他在吃这种满的年轻面 对 我真的超喜欢吃这个的够味 我们去超市的时候 他就直接就丢一包进购物 吃了我们沙烟 好我不迟疑的买了一包 我很喜欢吃饼干嘴巴里面很干 这超多的怪癖 就是我也喜欢吃蛋 吃到蛋黄都塞满你的嘴巴 就那个干干的口感 好奇怪 像我觉得现在就是有点 酱油味盖过的柚子胡椒 所以我们再来加一件吧 好的 豬滚了之后 我们就可以来准备下料了 如果你是要拿来拍王美糟的话 可以先把火起掉 然后把所有的料摆到锅面上 那我们就可以就是拍出一个很日式火锅的一个感觉 要来示范一下吗 最后一个加进去它的甜葱 让它整个配色看起来比较漂亮一点 因为通常日式的这种锅物啊 都会做蛮多好看的配色 其实你会觉得整个看起来就很好吃 我真的觉得这个锅其实蛮简单的耶 大家觉得呢 主要是一开始的煎鸡腿 然后跟取得柚子胡椒这个东西 是稍微麻烦一点而已 但柚子胡椒真的不难取得 对其实说真的 我觉得柚子胡椒不难取得 大家会不会以为柚子胡椒是自己做的 没想到就是柚子胡椒这样而已 大家看完这集就傻眼 想说好啊骗我们 好了 好的 我们现在来看一下 哦呦 这样丰盛感有没有满满满 那我们现在来做完了柚子胡椒鸡的锅 其实真的很快是不是 就是调味超容易 对尤其是如果你要带去录影的话 我觉得它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锅物料理哦 就是一锅马就可以打发全部的人 那我们现在就来开锅给大家吧 咸菜上菜 要 其实我记得我们上菜好像也加蛮多料的 但这是因为准备比较充促 所以就是来不及买很多食材 但我真的觉得锅子很适合加三桶号 如果是三桶号季节的话 大家可以去买来吃看看 嗯 你过满 我们来录影 你喝你喝你喝 对观众 床外也在喝 床外观众要来试喝 我觉得喝一点点烫哦 喝辣 但是 很好喝 好喝 是很温暖的 胡椒辣 我超级喜欢柚子胡椒味道 好啦那如果今天这道柚子胡椒鸡腿锅 大家都可以回家试着做做看哦 因为它真的是一个非常简单的料理 然后材料也都非常好取得 嗯 那之后呢 我们会陆陆续续推出更多的料理 教学给大家 那也希望大家都可以一起分享 跟我们一起做 如果你有尝试做的话 也别忘了在IG tag我们 我们都会看得到哦 嗯 好那今天现在厨房 谢谢大家收看 嗯 如果喜欢这支影片的话 记得帮我们 按赞 分享 加订阅 现在厨房到这边结束了 拜拜 希望下次还有这个厨房可以给我们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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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